中学文憑史星期三放榜 有升学辅导机构认为 今届考生入读大学的机会或者比较大 但是不应该为了入读有名气的科目 而忽略本身的能力和兴趣 学友社说 在疫情下学生长期网上授课 加上不同科目的史卷有所调整 今届文憑史考生比过往更加难预计成绩 呼吁他们应该及早就不同分数作出部署 和制定相应的计划 以免放榜一刻大失预算 另外因应考生人数减少 和去外地升学的学生多了 学友社预计 今年入读大学的门栏会比往年低 但是提醒不应该单以科目的明星作为考虑 为读而读 又说部分院校 例如职业训练局只设网上报名 应该准备好所需文件的电子版本